我們先幫我們講一下,剛剛就是有看到,就是穩定院,但是有講到就是好時期的,這個一瓶換一瓶是不是欺騙 那個時候我就在應該是他類似選舉的時候,我那時候就說這是一個詐騙的詐騙集團,因為不可能做到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包括民意代表都舉辦了非常多的地區說明會,都說將來會一瓶換一瓶,然後不用付到錢 這件事情影響了台北現在都跟大家的意願,因為大家被那個影響到說他一定可以做到這樣子 可是事實證明這是做不到的,而且中央法令本來就有天花板的限制 所以再怎麼增加,我們現在非常辛苦的去增加容積,還是要顧到他的公益性 所以重點不是在於當時的狀況,我認為從他那時候到現在,我都還認為這是一件很不負責任的政策 那想問一下就是說,因為就是比如說包括之前的姓緯,還有水源二三期,就是因為你就是都有畫餐板來展現你 那這個都更對你來說是相當做的,那有沒有覺得說,如果您當選的話,首要唾切做的是 台北市的都更真的很重要,因為70%的房子其實都超過30年,然後最重要是我們如果假設在地震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耐震係數不高的建物,那還好這幾年台北市的房屋都應該地震還沒有大規模的地震 那重點在於說,都更最重要的其實還是回到第一個要安全 最後才是美觀,這怪是美觀,最後才是你們的價值 我覺得先以安全為主,所以防災性都更會是我的重點 那第二就是如果在都更上面盡量簡化他的程序,盡量讓所有的程序公開跟透明 然後讓民眾知道他的權利跟義務,不要有互相的猜忌,然後這些相關的剛剛看了希望他的估計是合理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要解決他們現在碰到的問題,比如說違建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現在都更變成一塊一塊沒有整體性的問題 這個可能都是在接下來要做的法律求證也好,或者台北市本身自己我們能夠 其實地方政府的彈性有限,很多還是回到中央法規的問題 那我們台北市能做的,我相信從TOD EOD,甚至我們希望提出的河岸景觀 帶動都市更新,則是在深 這些一起下來的話,我覺得會比較快速的增長 那另外就是剛剛大家覺得希望能夠在EOD 或者是說我們有能夠來政府來興建中記載,加速這個都市的更新 因為你沒有中記載,其實很多長輩他是沒有辦法,幾乎還是不會見同義書的 對,所以你問我都更,都更其實當然是最重要,防災安全可能更優先 因為你之前有提過這個,就是防災型的都更,可是就是從其中那邊有聽說,防災本來就是在都更裡面本來就是一個基本的表情 防災型都更他是一個,他不是特別的意思,防災本來任何的尾老也是防災 但是防災型都更有個特殊的定義,就是我們會掀蓋中記載 讓大家先搬進來,然後等你都更晚再搬回去,他是有他的定義的 副主要跟您提問一下,早上那個就是持貿工業廠,其實柯市長是沒有發公開行程 但是他還是陪著你去,現在被質疑說好像是因為擔心被罵,因為你們最近合體太多次了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是被主辦單位邀請的,市長不是陪著我去,他是主機關怎麼是陪著我去? 不是他沒有發公開行程的部分? 那你要去問市政府,不能問我啊,我怎麼知道他的行程怎麼安排 我覺得我們都是被主辦單位邀請的,我覺得大家真的都想太多 因為這個三縣禮我已經去好幾年了,主辦單位邀請我們,我們一定會到 副主要跟您請教那個慣年的事情,因為今天剛剛在下午的時候被開出黨籍 你怎麼看那事情,可是他喊言說他只是批刀駕駛然後插裝到別人? 如果是酒駕的話,我不知道是不是酒駕,如果是酒駕,他的政黨這樣處理也是依照他們的規定辦理 我覺得任何候選人,尤其政治人物還是要以身作則,有這樣的行為當然還是要接受檢驗 那因為他有帶過你的辦公室,會不會擔心就是說會牽扯到你? 因為他現在已經就是有被牽的帳告嗎?那當初他到底是怎麼樣,就是去你辦公室是有人介紹嗎? 他是在都更中心,他來支援,因為我們常常有江江新維大樓,會來問我問題 我們當然要跟都更中心請他們派人去現場,所以他是都更中心的聯絡人 是協助我們跟民眾的溝通的橋梁 你不會擔心就是? 我們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做自己要負責嘛,對 他認為說自己選舉的委員會不會要幫他報警嗎? 我不曉得事實,所以現場的狀況到底是如何,可能要搞清楚事實再說 但是政黨他們有政黨的考慮吧 同副怎麼看說今天早上的時候,然後民進黨北北基頭的候選人們一起合體站台 那國民黨的呢,也打算在11月,然後一起合體站台 未來有沒有可能跟高官一起合作站台? 我想我們各種合作跟爭取大家的認同,我們都會一起做 只要理念相同的都可以互相合作 再兩題 副主要怎麼看現在就是之前你是強調說要爭取不分政黨顏色的市民認同 但會不會覺得現在民眾還是比較習慣傳統的藍綠政黨 台北市民大部分都沒有政黨 所以我們重點是市民本身沒有顏色,那我們去爭取大家的認同 那本來就是要提出你的想法跟你對未來的願景 所以台北市我覺得我們已經走出藍綠很久了 請說鴻不想問一下,再回到都更的意義 那都更上面有沒有指標的案子? 現在台北市公辦都更進入的就是水源二三期他們已經送合併 那接下來南機場還往九成 我那天還去信義區還有一個他們也在爭取 其實公辦都更2.0推出來之後民眾的反應非常熱烈 那現在大家其實都在爭取 尤其是看到斯文裡三期興建完成之後 大家相信這是真的 那公辦都更現在有很多都已經標出去了 像一萬一兔還有很多其他的像那個大安站 他其實都是都在進行中 所以指標的案子會越來越多 我們也相信台北市從公辦都更的成功 我們可以讓大家相信 現在民間這些部分 我們也都會採取鼓勵跟盡量放寬的方式 我覺得流程的簡化讓大家有信心 這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最後一提 我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今天有那個就是早上 陳時中接受專訪的時候 說到那個雙城論壇 柯市長是那個流氓奉茶部分 然後柯市長在早上的時候其實很不開心 他直接回嗆說叫小英把ECFA停掉 然後把100萬台商叫回來 不要43%的外銷到中國大陸 你怎麼看 我想雙城論壇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兩岸保留一個善意溝通的管道而已 但是兩岸的關係不是台北市政府大負責 他們飛飛彈或者是這些過程裡面 要處理的是中央政府 所以怎麼會是在台北市 說是跟台北市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要有違的話 那中央政府應該先處理相關的事情 而不是把這件事情推給別人 中央在那邊每天抗中保台 然後地方說我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那台灣有這麼多台商在那邊 那你們要不要 他們是不是我們的人民 他們是我們的人民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些服務呢 對 我覺得還是回到務實吧 明明就有這麼多台商跟台生 那我們需要跟他們有一些經濟往來 那這些事情難道都看不見嗎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點 要處理的事情 這是中央政府該處理的 就應該好好處理 如果沒有人會過 我們會不會遇到